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今天邀请到我们香港最好的朋友 他是郭一铭郭总编 郭总编好 你好 欧教授 是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 赖清德仅仅就任一天 甚至24小时就任还没有热 那么结果仅仅在几十个小时里面 或者说就区区十几个小时里面 他们就发动了群众抗争 把立院给包围了 而且抗议是他们向来主张了 主要的立法委员的调查权 以及什么藐视等等的相关的法案 结果现在他们用的是说 国民党跟民众党 他们所有的表决程序是详情通过 而且他说这两党通过这法案 整个程序是手续不够完备等等 这样的理由 所以他们就发动了群众移动 把整个立院做团团包围 而且来了又是一大堆的学生 那么您认为现在这个局面 是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从来没见到过 有人才520刚刚就此典礼之后 隔天就发动这种运动 这还真是破天荒的第一招 甚至翻开全世界的政治发展史上 至少在近200年里面 也没听说有这种怪事 当家还闹事的 有请郭总编来为我们点评 郭总 是 欧教授您刚才讲到 当家还闹事 这几句话我非常的同意 这就是赖清德的本性 在第一天他已经忍不住 他就要拿出来 从他的这个就职演讲所 口口声声的对大陆做出的挑衅 包括新的两国论等等 这样一些言论 显然他是准备在这四年里面 要在台湾的政治政坛 在台湾 在台湾 要搞得一团的这个混乱 要来一场这个大的动作 所以呢 他显然他不顾自己 刚刚您讲的还不到20小时 上台不到20小时 然后他就发动了这样一场街头斗争 这种街头斗争显然是因为基于 目前的台湾的政坛 现在是嘲笑也浪的 就是立法院 他立法院他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怎么样 就拿出他拿手好戏的街头暴力 街头的这样一个政治 来这个和结合立法院内部的这种暴力 来里外合应 那么第 另一次的这个前一次的立法院的 里外合应呢 事实上发生在2014年 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那次呢 他们达到了目的 那么当时是马英九之政 所以这样的一次 我们用广东话 用香港的人的说法 叫做十岁之位 十岁之位 这个想要这个从事故技 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现在恐怕情况已经不但一样了 一来这个发动的民 这个民众包围立法院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能不能够攻的进去呢 因为上一次是攻进去了 那么这一次呢 有没有人配合他 能够攻进去的 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绿营在立法院 现在是少数派 而且更重要的是 立法院的龙头 姓韩 叫韩国瑜 这个人曾经把自己的光头 都拿来做竞选的武器的 这样一个 一个汉子 所以叫秃子 汉子 他是秃子 这样的一个人 会不会轻易的 就 就 这恐怕 并不是跟当年的情况 可能不是一回事 另一方面呢 也很明确 这一次在对抗 立法院的对抗里面呢 蓝营和白营 也就是民众党 联手来对付绿营 从立法院的政治 义士堂的政治规则来讲 那是占有绝对的优势 就是如果他们联手 要通过的话 总有办法可以通得过 所以这样的一个赖青的企图 用这种 他掌握行政权力 然后发动这种 这个街头斗争 结合里面的 绿营的立委的配合 想要在立法院夺权 恐怕不那么容易 欧加手 是 我们知道啊 刚才郭总编说 他们恐怕是死谁之位 那我们也晓得啊 如果历史第一次发生了 也许啊叫做悲剧 那如果是故技从事啊 想要历史重演啊 而且是一样画葫芦 那么演第二次的时候 往往呢就叫做闹剧啊 那么在这次里面和上次可不同了 因为这次啊 所谓的台北市的警察权 或者新北市的警察权 来自于桃园基隆的警察权 都在国民党的手上 这四个城市的市长 也都是国民党籍的 换言之啊 立委如果要调来警察保护呢 当然是不会有问题的 这时候也不可能 为他们偷偷放开一条路了 那么如果在这样的局面底下呢 是不是可以说 这些群众就算去纠结 在这样炎热的天气 他们其实也撑不了太久呢 而且也实出无名啊 郭总 当然要称 要以赖清德目前的这样一种 他的这样一种态度 赖清德决心 要从国民党手里 从在野的手里 把立法院的权力 立法权也要夺回来的话 他下这个决心 当然他有这个决心 他有这个 他有他的办法 因为他现在大权在握 但另一方面呢 我想呢 如果在立法院 蓝白要坚持 什么要联手的话 也有办法 应该是可以 在这个立法院里面 通过 逐条来通过 现在他们也在这个 实施这种策略 就是逐条表决的这种做法 那怎么做呢 因为在立法院 只要表决了 无论是站的表决 做的表决 还在移动的表决 他们的人都多 然后表决了 那就成为一个法律 就成一个知识 继承的一个事实 所以这里面呢 要斗智 也要斗勇 双方 现在这是第一回合 这仅仅是赖清德上台以后 第一天的第一回合 后面 还陆续要来 欧教授 是这确实只是第一回合 就算这五条全过 后头还有很多的事情 恐怕赖清德 都会动用这种群众 也动用他这些所谓的周边社团 这次不就六七十个社团 都包围在这附近了吗 感谢郭总编 谢谢 teddy 谢谢郭总 谢谢欧教授